放在,刚刚只读取前十个会员 那我是把它放在第九页的地方 OK,所以就是这一段,一模一样的东西 总共就四行程式 这边有个print不算的话 这四行,OK 那再来的话呢,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 这边读取之后呢 它会给我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前十个会员 但是我如果今天只需要其中的两个栏位 就像将来你们如果从外部读档进来的话 你可能只需要某些栏位做报表 做报表不需要全部 我只要其中某一些 比如说我要针对姓名跟手机 我这两栏就好了 其他我不要 那我其他不要的话 当然现在不在esale esale的话你可以选取把栏删掉 可是这里不行的话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可能可以用刚刚讲过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 因为它逗点隔开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资料把它分开来 因为你要取其中的两个的话 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呢 它切割完之后 它就会怎么样 把这个本来是一个资料 切开来之后变五个资料 那五个资料的话呢 在串列里面的编号就0到4 那所以呢我只要姓名跟手机的话 我就取什么1跟4就好了 那怎么做 我这边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print了出来 特别重要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这个list1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是我们一个一个 一列一列的资料的回圈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可以先把什么呢 这个资料 list1怎么样 可以先前面先接个list2 list2做什么 就是帮我把list1 里面的东西怎么样 先做切开来的动作 切开来的话就点什么 点split list 小瓜糊 然后里面的话跟他讲说 帮我用什么 豆点分开来 print的话呢 也许我这边 就可以把list2里面的东西把它print出好 比如我先 这底下 也许把print的话呢 我们就print list2 假设我这样 把它切开来 然后放到list2 结果会怎么样呢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切开来之后的话 就长底下的样子 也就是说呢 他已经切开来了 可是是放在我们的串列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只要取什么 取他里面的第二个跟第四个的话 不过第四个后面会有个换行 要把它去掉 那接下来呢 我就如果我要取这一个 姓名部分的话 其实你只要什么 list2加一个中瓜糊 第一个是零 第二个是乙 所以你就输乙 这个就取姓名部分 挖直姓名部分 你会发现姓名就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OK 那如果我要取什么 取那个第四个的话 你就串 第五个的话 最后一个手机的话 那就0123 最后一个 所以这边给一个4 把它执行 有没有发现 它就串到后面了 姓名 手7 然后手7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它后面多个换行 所以你会 这个换行 必须把它去掉 所以点什么 一样 点strip 然后把那个换行的部分 跟刚刚一样 反斜线 N拿掉 然后就接到后面 那如果我希望呢 中间分开来的话 也许我中间要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斗点 OK 斗点 帮我斗点隔开 然后串在中间 这样我输出一下 执行 OK 大功告成 就可以把什么 把两栏就留下来 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什么 你必须要透过什么 透过本来历史一 做Split切割 到List2 然后再从List2里面 就取得什么 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 就大功告成 当然呢 将来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希望 最后把这个档存档起来的话 存档 那怎么存档 其实最后顺便补充一下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在那个什么 在Python里面存档的话 也非常简单 其实跟什么呢 跟上面这个很像 我另外再产生一个FW FW的物件 然后一样Open Open后面的话 其实就跟他讲说 你要存什么档 比如说我要什么 我要把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要Report好了 Report.tst 档名给他哦 豆点后面的话 你要写出去嘛 所以记得是一个W就可以了 OK就是 这个他会帮你写到哪里 写到你根木屋底下 那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就用FW这个物件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做Write Write Write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让我忘记 OK 试一下 就是只取那个两个栏位 该如何做 好 OK 可以